退休之后 聊天时不要透露家里的这三个隐私 以免言多必失 老年人在退休之后 就有了大把的时间和老朋友们聚会聊天 既然是聚会聊天 自然就需要很多的话题 才能让聊天的气氛更加热烈 才能够让聚会不冷场 很多的退休老人 他们在与人聊天的时候 喜欢海阔天空的瞎聊 无论是家里的大事小情 还是外面的小道消息 事无巨细 皆无所不谈 退休老人之所以喜欢聚会聊天 是老年人本能地排遣孤独的方式 老年人在退休之后 因为没有了工作和社交环境 接触的人也越来越少 于是就总是会感到孤独 为了排遣孤独 就有很多的退休老人 他们通过老友聚会的方式 来排遣内心的孤独和寂寞感受 他们热衷于谈论家里的大事小情 希望通过聊天的方式释放自己 虽然老年人参加聚会聊天是一件有意身心的事情 聊天不仅可以排解孤独的情绪 还能够预防老年痴呆 实在是两全其美 但是老年人在聚会聊天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 不要轻易向外人透露家里的这三个隐私 以免言多必失 一 不要透露家里的财产数额 有一部分老年人 他们出于爱慕虚荣的目的 于是就特别喜欢在和老朋友们聊天聚会的时候 刻意地向大家炫耀自家的财富 当他们看到别人对自己投来羡慕的眼光时 就会感到非常地开心 其实 退休老人这样的炫富行为 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后患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当别人是朋友 但是骗子往往在朋友中产生 老年人一旦炫富 就极其容易成为骗子行骗的目标 老年人耳朵根子软 经不住骗子的几句好话 于是老人前半生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财富 就落入了骗子之手 老年人炫富的行为 还会被打劫的人盯上 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 老年人如果和儿女们住在一起 尚且能够威慑到坏人 如果是独居的老年人 坏人就会肆无忌惮 其后果难以想象 二 不要炫耀自己的儿女多有本事 最能够让老年人引以为傲的 就是有本事的儿女 儿女们有出息 是父母最值得炫耀的资本 退休老人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炫耀有出息的儿女 夸赞自己的儿女有本事 人到老年 最怕被人瞧不起 老年人为了避免被人瞧不起 于是就故意在人前炫耀 炫耀自己的儿女多么的有本事 希望借助儿女的荣耀 来提高自己的身价 老年人这样的行为 无疑是给儿女们添乱 即使是儿女们真的有本事 父母逢人就炫耀的行为 只会让儿女们遭人嫉恨 甚至被人背后捅刀子 都有可能 极度是一把刀 那些表面负荷 背后捅刀的大有人在 为了不给儿女们添麻烦 即使儿女们真的有本事 也不要到处炫耀 以免遭人嫉妒 被人背地里使绊子 三 不要对外人诉说家庭内部矛盾 家庭内部的矛盾 如果能够在家庭成员的内部解决 很快就会消于无形 但是 一旦家庭内部矛盾 被外人传得沸沸扬扬 就会将小矛盾闹成了大矛盾 最终导致击中难返 矛盾双方的关系再也无法调和 有一些说话毫无遮拦地退休老人 他们在与人聊天的时候 喜欢向外人诉说自己的烦恼 将家庭里的内部矛盾说出来与人探讨 让外人来评判自家矛盾的对与错 老年人这样的行为 只会让自己陷于被动 有很多的好事者 他们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将别人家里不好的事情 当成笑料 作为自己茶余饭后的谈资 还有一些喜欢搬弄是非之人 他们故意将老人诉说的家庭矛盾 添油加醋地告诉家庭矛盾的 另一方当事人 从而激发出更大的家庭矛盾 他们却站在一边看笑话 作为成年人 我们在发生了家庭内部矛盾之后 一定要相信自己解决矛盾的能力 不要将自己的家庭矛盾 视于人前 给他人留下画饼和笑饼 只有默默解决自家矛盾的睿智老人 才会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接触于退休之后 哪怕我们再喜欢与人聚会聊天 也不要透露家里的财产数额 不要向外人炫耀自家儿女 多么的有本事 不要向外人倾诉家庭矛盾 以免祸从口出 退休之后 我们可以和老朋友们 交流社会上发生的新鲜事 可以聊一聊养生之道和健康常识 可以聊一些开心的事情 互相解闷 这些话题都能让我们拓宽视野 增长见识 全都是有益身心的正能量话题 作为一名退休老人 我们之所以要与人聊天 其主要目的不就是为了 让自己得到开心和快乐的感受吗 如果因为聊天不当 导致家庭财产受损 引发家庭内部的矛盾 那才真的是得不偿失 聊天既是一门艺术 更是一门学问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活到老 学到老 即使是退休老人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也不能失了分寸 出言有耻 细血有度 方为老年人的明哲保身之道 故事 72岁大爷倾诉 搭伙三年五千工资全交 春节病了以后 我想跟他一辈子 我是72岁的吴大爷 退休多年 如今每月有五千多的退休工资 老伴走了多年 独生儿子在外地工作成家 如今大孙都要读高中了 以前我是国企单位里的技术工种 退休后还干了几年 那时只为打发时间 因为老伴去了儿子家带娃 我在家一个人无聊 就找了份活干 老伴是突发疾病走的 没有享受到夫妻两个人 一起游玩的退休生活 我就成为了单身老人 儿子也曾想跟把我接回去 一起居住养老 可是故土难舍 一个人的日子也许早就习惯了 只是内心没有了牵挂 会感觉落寞孤寂些 院区里的好心人 就想着给我介绍老伴 也有主动愿意在一起的老太太 最初的时候 我还是想得比较多 一是认为老年人的搭伙 在一起有为常理 二是觉得彼此都老了 需要的只是陪伴 可没有岁月魔力后的陪伴 能够走得远吗 三是看多了身边很多老伙计 搭伙在一起 最初的时候堪比年轻人的热恋 最终也是因为利益得失 各自向着各自的孩子 因为钱的纠纷 而恶语相向 还不如从未开始 一晃单身了五年 直到我遇到了如今的搭伙老伴 比我小五岁的小梅 我们之间也许就是缘分 也是天意 更多的是彼此有着共同的爱好 和一颗善良仁慈的心 小梅是企业退休职工 如今每月有三千块钱的退休工资 独生女儿早已结婚生娃 而且和我们在一个社区居住 我和小梅之间的相识 源于一场太极拳表演 那年社区还搞联欢活动 我们退休老人各显神通 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 在节假日的联欢会上 给社区群众表演助兴 那天我是独自打了一套武当剑 我自认为打得不够出彩 可能是我那身太极服给天了不少色彩 让当时的小梅被赶先锋倒鼓 她主动找到了我 跟我咨询太极剑的练法 我们加了微信 彼此相约着在一起 打拳练剑 偶尔还会开车去郊外的植物园 生态园练剑 打拳 录制视频 回来后 小梅的女婿给我们剪辑好 再发到网上 一来二去的时间长了 在社区有心人的撮合下 我和小梅走到了一起 我提前跟儿子说了这个事情 因为疫情她一直也没有回来 但还是支持我再找个老伴 我和小梅两个人都想着别领正在婚了 搭伙在一起过日子也很好 只要彼此有真情 也一定能够将余生的日子过好 我们还写了一份搭伙过日子的协议书 小梅搬到我家居住 她的房子直接租出去 租金贴补她女儿好了 因为她女儿的房子还在还贷款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费 不说也不让一个人全出 而是把退休工资放在一起花 剩下多少 我们存在一起 等谁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用 至于大病的时候 还是需要各自找孩子 我和小梅搭伙三年 疫情三年 所以不曾远游 大多数的时候 也是在附近的景区转转 更多的是在一起练拳练剑 彼此相互陪伴着过日子 在这三年里 过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都会商量着 给孙被人压岁钱 或者是贴补儿女 最初的时候 是小梅的女婿想换辆车 这样在不忙的时候 兼职跑网约车 我让小梅在我们共同的存款里 拿出两万块钱资助 小梅怕引起我儿子的不满 还不愿意 我就跟她说 没事的 等我儿子需要资助的时候 我们也给她拿 在这三年里 小梅一直都身体不错 只有我总小病不断 需要经常去医院拿药输液 有时是夜里发病 小梅就给女儿打电话 让他们开车送我去医院 人心都是肉掌的 小梅和她女儿女婿对我的好 我都记在心里 也跟儿子念叨 儿子也是知道人情世故的 每次在过节的时候 都会给小梅发红包 给我们寄东西 也给小梅的女儿女婿寄东西 人与人之间 就是你给我一块糖果 我送你一块蛋糕 彼此真心地付出 真情地陪伴 才能够将人世间的善良传递 年前 大家都养了的时候 我没事 可大年三十 本是一家团圆的好日子 小梅都准备了 好多丰盛的饭菜 她女儿女婿 以及外孙子都来我家后 我却发起了高烧 小梅先是安排女儿女婿 打包年夜饭回自己家过 她守在我的身边 先是给我吃了布洛芬 接着又用物理降温的方法给我擦拭 还给我熬制了姜黎红糖水 晚上的时候 我迷糊的睡眠里 总是感觉到小梅摸我额头的动作 好在第二天我就退烧了 但嗓子很疼 还有浓痰 这让小梅很着急 不仅熬陈皮梨水给我喝 还让女婿给我去药店看看 有啥特效的药 经过病一场 我彻底懂了 为啥单身老人需要再找老伴 而且是找彼此都能够真心相待的老伴 老去的路上 能够与你真情陪伴的人 才是真老伴 虽然很多老伙计知道 我把自己的退休工资卡交给了小梅 都骂我是傻瓜蛋 自己的儿子在外地 小梅的女儿守在身边 肯定都让小梅拿去贴补了自己女儿 人性自私 人心难测 但只要自己付出的是真心 必然也会得到真心 搭伙三年 五千退休工资上交 历经这一场病 我想跟小梅领证再婚 一辈子跟她在一起 缠心有话说 索达吉刊部说 我不羡慕任何有钱财 有权势 有名声 有相貌的人 毕竟水泡再美也不堪一击 在这个世间上 我唯一羡慕心地善良 很有修行的人 因为他这种善根 可以伴随生生世世 形影不离 人生在世 唯有善良 才是立足于世的根本 吴大爷和他的小梅之间 因彼此的善良 彼此的互助 外家子女的支持和感恩 他们才会在一起 过得舒畅又愉悦 生活里 很多搭伙在一起的老人 过得非常好 但也有在一起 因生活琐碎过的一地鸡毛 能够过得好的老人 内心都是为对方着想 遇到疾病时不离不弃 而过得不好的 也各有各的理由 大多数是因为钱的事情 而散伙 所以说 真心真情地陪伴 也需要子女的真诚相待 以及没有啃老 和反对的儿女 老人才能安逸地 过好自己的晚年 我曾全力帮衬娘家 当我身无分文时 哥哥三头牛卖了四万 来到我家 今天的讲述人王女士 他缓缓地讲述了 他家的兄妹之间的经历 让人为之动容 讲述人 王女士 我今年四十九岁 我的老家在农村 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 年轻的时候 我跟着村里的姐妹们 来到了市里打工 我先是在一家招待所打扫卫生 后来又去了一家饭店后厨帮忙 渐渐地 我发现仅凭苦力是挣不了多少钱的 我动了一番脑筋 又请教了别人 我决定要去自学一门手艺 我拿出了那几年的积蓄 我要去学缝纫技术 因为我的母亲心灵手巧 她在村里经常给人绣花苗叶的 谁家的姑娘儿子娶媳妇 都请母亲去给绣花 我受母亲耳濡目染的熏陶 我也喜欢做针线活 因此学习缝纫技术 我得心应手 我学完了缝纫技术后 先是在一家老牌的缝纫店里打工 干了三年 后来我自己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房 我开始做衣服了 由于我做工精细 价格低廉 周围有好多人来找我做衣服的 那个年代里买衣服还不太方便 大家主要以做衣服为主 在前来做衣服的人当中 有一个帅气的小伙子 他经常过来找我做西装 后来我了解到 他是一个开货车的司机 一年后我们走在了一起 我开缝纫店挣了钱 一直帮着家里补贴家用 尤其是我哥哥娶我嫂子的时候 我一把给了两万块钱 在那个年代里 两万块钱可不是小数目 我父母经常说 这个家多亏了我这个最小的女儿 帮他们支撑着 我的哥哥姐姐都住在农村里 平时他们来市里看我的时候 临走我都会塞给他们三百二百的 再给他们买上水果点心带回家里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觉得做的衣服远远不如在商店里买的成体衣服穿起来美观 我和丈夫商量了一下 我们的缝纫店必须马上转型 否则就会被市场经济所淘汰的 正好边上有两家店铺要转让 我们马上租了过来 把两间店铺打通 开成了一个店面比较大的服装专卖店 由于我有多年的做衣服的经历 我懂得什么年龄段喜欢什么样的衣服 年轻人喜欢时尚的衣服 中老年人喜欢简单大方的款式 因此我进货的时候抓住这些特点 销量很大 服装店第一年就盈利了十几万块钱 我手里有钱了 我有了更多的能力 可以好好孝敬父母 帮助哥哥姐姐家 每到冬天的时候 我就把父母接来住在我家里 因为我家里有暖气 我娘家是石头盖的房子 冬天特别冷 四面透风的感觉 我曾经想给父母翻盖房子 但是他们说年纪大了 就不想折腾了 因为我离家比较远 回去次数比较少 平时照顾父母都是哥哥和姐姐的 我没有白让他们出力 当我开了服装店手里 有钱了以后 我每个月都会给哥哥姐姐 一千两千的 农忙的时候 我就格外给他们多一点钱 尤其是卖收时节 他们干活特别累 我就想多给他们点钱 让他们买点有营养的东西 滋补身体 再就是到秋收的时候 我们这里掰完玉米 马上就要种小麦 就得买化肥 我都会给他们钱 让他们买化肥 哥哥姐姐在家里 除了种地 再就是打点零工 收入也不稳定 我觉得我挣钱比他们容易 帮助他们是应该的 我的母亲心疼我 她对我说 你也不容易呀 你开个服装店 虽然看上去挣钱多 可是到外地进货的时候 你早晨三四点钟 就得去赶公共汽车 也很累呀 操心太大了 我对母亲说 妈 你不用过意不去 我挣钱比哥哥姐姐容易一些 他们在家里 种地赚钱太难了 再说平时 他们照顾着你们 我出点钱是应该的 不幸的是 父亲69岁那年 突然雁东西雁不下去 开始也没当回事 后来去医院一查 竟然是食道癌晚期了 得知父亲的病情时 我的眼泪刷刷而下 父亲从小就特别心疼我 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 父亲还得背着我 送到学校门口 从小到大 父亲没有说过我一句重话 在我的心里 父亲是山一样的存在 如今他得了重症 我第一个念头 就是我会不惜一切救助父亲 让人悲伤的是 父亲已经失去了手术机会 肿瘤长得非常凶猛 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床前 尽孝的机会 查出病情一个月之后 就与世长辞了 我疯了一般 抱着父亲大哭 我已经准备好了十万块钱 但是父亲没有花我一分钱 他就走了 这在我的心里 成为永久的遗憾和痛苦 父亲去世了 母亲一个人生活在那座小院子里 孤孤单单的 我把母亲接到了室里 在我们家的生活 母亲勉强在我们家里住了半年 她说实在是住不惯楼房 在我这里 她也没有熟悉的人 白天我们都不在家里 孩子上学 我去店里了 丈夫还要出差 那时候我们已经扩大了运输规模 丈夫买了三辆大车 雇了两个司机 她自己开一辆 我们比以前更加忙碌了 母亲坚决要回老家 我只得嘱咐哥哥姐姐平时多过去看看母亲 由于母亲在父亲走后伤心过度 天天掉眼泪 不久就查出了高血压 到了一百八十多 我们非常担心 经常嘱咐她好好吃药 可是人年纪大了 就容易忘事了 她经常吃了上顿就忘了下顿的 那天哥哥突然给我打电话 他急切说 妹妹 你快点回来 咱妈住院了 我一听我 心咚咚乱跳 有种不祥的预感 母亲的病情肯定不轻啊 我自己都不敢开车了 因为我太慌乱了 我找了一个朋友帮我开着车 赶紧去了县城 原来母亲是脑出血 而且是大面积出血 母亲在重症监护室里 已经昏迷不醒 医生和我们家属谈话的时候 让我们做好处理母亲后事的准备 我哭着求医生 不管花多少钱 我一定要救母亲 医生点点头说 她给用上最好的要看看吧 就是花钱多 我说我不怕花钱 这时姐姐说 妹妹 咱妈这一住院 还不知道花多少钱 你虽然手里 也比我们宽裕一些 可是也不能只让你花钱呢 要不我们两家 每人给你一万块钱吧 我白白手说不用 这钱由我来交吧 等母亲好了再说 78岁的母亲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很长时间 但是依然没能挽救回母亲的生命 母亲住院 新农河报销完 一共花了九万块钱 是我一个人掏的 我觉得母亲就花我这最后一次钱了 我毫不心疼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以后 我们兄妹三个坐在母亲的老屋里 善染泪下 几年之间 我们先后失去了父亲母亲 虽然我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 可是人不管年纪多大了 回家的时候能喊一声爹娘 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呀 我们说起了父亲母亲在世的情景 都气不成声 哥哥姐姐都劝我在家多住几天 休息一下 我蜿蜒谢绝了 我告别了哥哥姐姐 临走的时候 我再一次泪流满面 以前每次回来 都是父亲母亲站在大门口送我 后来只有母亲一个人也送我了 现在送我的是哥哥姐姐了 回市里的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我哭了一路 回到家里 我把所有的精力 投入了服装店的经营 但是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周围又接连开了好几家服装店 竞争很大 我的服装店大受影响 开始的时候我雇了三个人帮忙 后来变为两个人 再后来只有我自己在孤军奋战了 因为实在挣不出店员的工资了 我家里有三辆大车 以前的时候 丈夫轻轻松松当他的车老板 甚至挣钱最多的时候 他又雇了一个司机 三辆车 三个司机 我们自己还能一年挣个几十万块钱 可是后来 每辆大车只能勉强挣出司机的工资 我们就所剩无几了 这些大车我们都是贷款买的 压力非常大 丈夫瞅准时机 赶紧把这三辆车转让出去了 庆幸的是我们没有赔太多 丈夫没有了工作 而我的服装店又笑意下滑 我们心急如焚 天天为了挣钱想办法 虽然我们的经济状况 远远不如以前宽裕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对哥哥姐姐 说过我家的窘迫 和他们联系的时候 我都是报喜不报忧 在他们的眼里 我依然是以前那个豪爽大气 说掏钱就掏钱的人 我姐姐家的儿子买房子的时候 姐姐走投无路来到我们家里借钱 我依然借给了他五万块钱 我哥哥家里养黄牛 去年秋天 我哥哥和嫂子开着农用拖拉机去地里 拉街杆喂牛 走到路窄处 不小心一下子滚到了沟里 嫂子没有大碍 哥哥当场骨折 我回去看他的时候 哥哥的腿打着石膏坐在那里 因为我手里实在是没有钱了 我仅仅拿出了六百块钱给哥哥 嫂子一看只有六百 很明显他很失望 没有看上这六百块钱 因为以前我都是三千两千的给他们 嫂子对我的态度不冷不热 我也有些伤心 以前我帮过哥哥嫂子多少啊 甚至比帮姐姐家还多 因为他们照看母亲多一些 我每年给哥哥家的钱 也得有个三万两万的 哥哥看出了嫂子对我的冷淡 嫂子出去的时候 哥哥对我说 妹妹 你别放在心上 你对哥哥的好 哥哥心里有数 这些年多亏了你帮助我们 现在我两个儿子都结婚了 我们在家里养牛 每年我都能卖好几头牛 收入好几万呢 条件也比以前好多了 再说 给母亲治病的时候 你花了近十万块钱 我心里一直记得 过意不去 哥哥的话让我心头一热 郑豪姐也知道哥哥住院了 他也来了 我们兄妹三个坐在一起 病房里一下子温馨起来 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以前的大家庭 找到了以前的亲情 姐姐她比较细心 她说 妹妹 你这些日子白头发都出了很多 脸上皱纹也多了很 比以前老了好几岁 你身体不舒服吗 我连忙摇头说没事 我的身体结实着呢 姐姐又说 你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 你和妹夫吵架了吗 我说没有啊 哥哥急了 他一下子攥住我的手说 妹妹 是不是你家里出了什么事啊 生意是不是不好了 我摇摇头说 没事 你们放心 我们家的日子和以前一样 我可能这些日子累了 前几天刚刚去南方浸了一批衣服 来回坐车好几天 累着了吧 临走哥哥不放心 反复叮嘱 我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 有什么事就让我说出来 大家一起想办法 不久 我们的服装店实在是挣不出钱 交房租了 因为门面大租金就很贵 我只得把服装店关门了 丈夫没有了工作 我也失业了 我们夫妻俩一下子愁坏了 儿子大学毕业上班了 前几年我们给他买了房子 一直在还房贷 儿子刚刚上班工资才三四千块钱 根本没有能力还房贷 而我和丈夫又失业了 怎么办呢 前些年虽然挣钱多 但是因为我帮娘家很多 尤其是母亲去世前 我一下就拿出了九万块钱 给母亲治病 丈夫也把钱投在了三辆大车上 我们剩下的钱 仅仅够给儿子交首付 手里根本没有积蓄 我们的日子一下子紧张了 我愁得睡不着觉 整夜整夜的失眠 头发大把大把的脱落 哥哥姐姐可能看我上次回去的时候 脸色不对 经常给我打电话 我说上几句话就匆匆地挂了 因为我实在没有心情和他们闲聊了 哥哥姐姐应该绝出了我的异常 哥哥的腿刚好 能下得走路的时候 他们一起来到了我家里 姐姐给我带来了几只收拾好的大公鸡 还有一箱土鸡蛋 哥哥买了两大箱水果 他知道我喜欢吃水 哥哥姐姐来到我家以后 一看我和丈夫都闲在家里 他们就全明白了 是已如此 我们也不再隐瞒 我如实对哥哥姐姐说了 我们家把大车卖了 服装店也关门了 哥哥难过地低下了头 姐姐急得直搓手 不知道说什么好 哥哥姐姐临走的时候 我还想出去给他们买礼物 让他们带回去 他们说什么也不让我买了 哥哥红着眼睛说 妹妹 你的日子过成什么样了 你看你还想着我们 你好好疼自己吧 哥哥姐姐回去不几天 他们又来到了我家里 姐姐把以前借我家的那五万块钱 给我们带来了 另外 姐姐又放上了三万块钱 姐姐说 妹妹 我实在是对不住你了 你过得那么紧张 上次竟然还借钱给我们 我们家也没有太多的钱 这五万块钱是还给你的 这三万块钱是我们单独给你的 因为母亲去世的时候 你花钱太多了 我一直觉得对不住你 母亲是我们三个人的母亲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花钱呢 哥哥也拿出了厚厚的一打钱 他说 妹妹 这里是四万块钱 我回家之后 卖了三头牛 把钱都拿来了 你嫂子知道了 你家的情况之后 也非常牵挂你 说上次 你去医院看我的时候 他不应该对你那样 他这两天感冒了 要不也一起来了 这四万块钱给你天上还房贷的 我知道你们家有房贷 还得还好多年啊 我抱着哥哥姐姐放声痛哭 丈夫也感动得在一边抹眼泪 父亲母亲去世了 哥哥姐姐依然这样疼爱我 我的心里一片温暖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哥哥姐姐没有冷落我 他们伸出了援助的双手 他们的做法让我感动 更让我出乎预料 说实话 我根本没有想到 哥哥姐姐竟然会给我们送钱 帮我们渡过难关 这份浓浓的关心 太让我意外了 别忘了他们都生活在农村 拿出几万块钱很不容易啊 这才是一亩同胞啊 我有了难处 他们时刻牵挂着 甚至我还没有说出自己的难处的时候 他们就有所察觉 真是实质连心啊 丈夫说 你们家的兄妹太有情有义了 像你们家这样的家庭太难得了 父母去世后 兄弟姊妹之间好多都不来往了 甚至还会因为一些家庭琐事会大打出手 可是你们兄妹之间却依然相处得这么好 虽然父母不在了 但是兄弟姊妹依然是亲人 没有了父母 我们更应该好好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哥哥姐姐走了 但是那一晚我彻夜难免 我何其有幸 有这样好的哥哥姐姐 当我身无分文的时候 他们没有嫌弃我 反而帮助了我 今年过年的时候 哥哥给我打来了电话 让我们回去过年 我的公公婆婆早就去世了 每次过年 我们就在自己家里过 但是哥哥说 今年不同于往年 这是我们的母亲去世后过的第一个年 没了父母 我们更应该坐在一起 好好聚聚 再就是你家的生意不好 心情低落 更应该回娘家过年 大家热热闹闹的 明年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 我听了哥哥的话 年三十那天早晨 我们一家就开车回去了 嫂子炒了一大桌子年夜饭 我们在一起欢聚一堂 当父母不在了 兄弟姊妹一定要常联系 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帮助 亲情最可贵 兄弟姊妹齐心 齐利也能断金 什么困难都能过去 有了哥哥姐姐的关心和帮助 我不再忧愁 我们决定 今年重打锣鼓令开张 继续创业 相信以后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 故事 65岁大爷相亲48岁阿姨 要求试婚一年 并照顾87岁的老母再交工资 原来不晚 蓝木蒂则编张小菊 曾在一段采访中说 由于儿女不在身边 她们内心的孤独感非常强烈 很多节目嘉宾经历过人生的起起落落 有的中年失业 有的婚姻不幸 有的疾病缠身 甚至常常感到死亡逼近 这里的她们是指单身老人 历经岁月沧桑 出走半生 虽然物质生活都能得到满足 但精神世界总有些失落 尤其是在家有意外发生时 都不知道给谁打电话的孤独 此时 很多单身老人就有在找老伴携手 共度余生的意愿 在各种相亲市场里 年龄差距不是问题 能够彼此给予对方想要的东西 才是最重要的需求 65岁的秦大爷 退休五年 如今每月有7000块钱的退休工资 居住三居室电梯房 独生儿子在外地工作成家了 老伴走了一年 与87岁的老母亲一起居住 她想找个年轻些的单身女人领证再婚 另外她愿意交出自己的退休工资 但前提条件是 彼此必须试婚一年 还要帮忙照顾87岁老母亲的生活起居 红娘帮她找到了一位48岁的单身女性 刘阿姨 她无儿无女 离异多年 如今在打工 还有七年的灵活就业 社保和医保需要交 48岁的刘阿姨在红娘的带领下 来到65岁秦大爷家相亲 彼此相互介绍后 刘阿姨就跟秦大爷说自己的情况 刘阿姨早年跟前夫离婚 是因为很多原因既有婆媳关系 又有夫妻之间的性格不合 但他们结婚三年始终没有孩子 离婚后的刘阿姨就从老家走出来 投奔了城里的表姐 一直给别人打工 也在交灵活就业社保和医保 以前不想再找 是因为觉得一个人的日子清闲 既不用受婆家的气 也不必受男人的指使 更没有家庭负担和子女的琐碎 可随着年岁的增长 外加去年年底的那场重病 她觉得还是要有个家 才能够享受到幸福的晚年 所以刘阿姨决定开始相亲 再找老伴 给自己一个温暖的家 刘阿姨说自己如今还在打工 每月有三千块钱工资 居住的房子是表姐家的老婆小 她在找老伴的要求不高 就是能够彼此真心相待 能够携手到老 秦大爷跟刘阿姨介绍自己说 我今年六十五岁 老伴病是一年了 独生儿子早已成家 孙子都上初中了 如今自己一个人独居 但八十七岁的老母亲 要跟自己居住一年 他们三兄弟说好了 一家一年 所以我也没啥太多的要求 就是希望在找的老伴 能够接纳自己的老母亲 能够帮助自己一起照顾身体 有点不能自理的母亲 至于自己能够为再找老伴提供什么 就是和女方在一起居住期间的 所有生活费全包 至于以后感情加深 想要领证再婚 也可以把自己每月七千元的退休工资 交给女方支配 人性都是多变的 为了保险起见 我要求跟女方领证在一起一年后 再把退休工资卡交出去 否则自己没有安全感 红娘问秦大爷和刘阿姨 对彼此之间的介绍有啥想法 刘阿姨说 自己孤身一人 若能够与秦大爷牵手再婚 希望秦大爷帮自己 交灵活就业的社保和医保 秦大爷说 这个没问题 但前提是你要帮我一起照顾我 87岁的老母亲一年 若你能够真心地照顾我的老母亲 别说一年的社保医保 剩下几年的 我都可以给你交了 刘阿姨问秦大爷 如果我们两个人相亲成功 自己还能不能继续工作 秦大爷说 这个问题正是我想说的 如果我们牵手成功 我希望你能够回归家庭 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照顾和陪伴家人身上 刘阿姨说 如果我不继续工作 那么你能每月给我多少零花钱 否则我付出了自己的照顾和陪伴 却失去了挣钱的工作 得不偿失 秦大爷却说 零花钱具体多少不好说 但我找老伴就是为了能够照顾我和老母亲 我每月的退休工资足够我们三个人的日常生活 况且我老母亲还有退休工资 刘阿姨认为 自己现在好歹也上班 能够挣三千块钱 如果跟秦大爷搭伙了 既要照顾八十七岁的老人 还要陪伴六十五岁的秦大爷 每月不给些零花钱 自己比住家保姆还不如 这样的再婚有啥意义呢 不过是秦大爷在兄弟轮流照顾老母亲时 临时想找个免费保姆而已 可秦大爷却说不是 他是真心想找个晚年老伴 但人性复杂 人心难测 自己也怕被欺骗 到时候人才两空 自己都不知道找谁去哭 红娘让秦大爷和刘阿姨相互加个微信 若各自还有其他的想法 两个人可以微信交流 虽然最后秦大爷和刘阿姨也没有说 彼此之间是否满意 也不知道他们最后能否牵手成功 大家觉得他们能否相亲成功呢 缠心有话说 历经岁月风霜的单身老人 物质生活大抵都能维持 但是如今长寿时代 他们争相选择二次择偶 其中缘由 引人深思 秦大爷对于刘阿姨所要的零花钱 有自己的担忧 他既想找个年轻的老伴 能够帮自己一起照顾87岁的老母亲 内心有芥蒂和提防 秦大爷的意思是 只要在一起一年 彼此真正了解了 也彼此真心相待了 他愿意为刘阿姨交剩下的社保和医保 还愿意交出自己的退休工资卡 而刘阿姨却认为 自己如果跟秦大爷在一起了 不再出去工作 也就没有了收入 兜里没钱 心里没底 所以他想让秦大爷在相伴的一年里 每个月多少给自己一点零花钱 其实他们两个的要求都没问题 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思考 无可厚非 可不论搭伙还是再婚 都不是儿戏 需要认真思考 多方考量 最后 祝福天下所有的单身老人 都能找到自己心意的老伴 男人愿意为你花钱 就是真的爱你吗 五十岁的女人用亲身经历告诉你 都说男人的钱在哪里 他的心就会在哪里 因为有了这句话 所以就有相当多的女人 她们喜欢以男人是否愿意给自己花钱 来判断男人对自己是否是真爱 然而 五十岁的吴女士说 她先后经历了三段婚姻 每一段婚姻 她都是以男人是否愿意给她花钱 来选择结婚的对象 因为她坚信 愿意为她花钱的男人 才是真的爱她 然而 她在历经沧桑之后 却意外地发现 她的三任老公 虽然都非常乐意为她花钱 但他们对她却并不是真爱 吴女士 我今年五十岁 曾经经历了三段失败的婚姻 我的这三段婚姻经历 让我深刻地看清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 男人即使愿意为女人花钱 他也未必是真的爱那个女人 我年轻的时候 就是校花级别的美女 所以在我的身边 从未缺少过追求者 如今我虽然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但我看起来依然很年轻 我仍然有着吹弹可破的肌肤和曼妙的身材 每每走在大街上 总是会引起好色的男人们驻足观看 我是一个对生活品质要求颇高的女人 用的护肤品都是最贵的品牌 正因为如此 我才能够在五十岁的年纪 拥有三十岁的肌肤 我在年轻的时候 就一直信奉一句话 那就是评判男人是否爱一个女人的标准 一定要看他对女人花钱的态度 所以 我的初婚老公 就是我在众多的追求者当中 精挑细选出来的 我之所以选择其貌不扬的他 只不过是因为他舍得大把地为我花钱 初婚老公被我交好的容貌所倾倒 于是就对我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他追求我的方式极其简单粗暴 就是不断地为我大把花钱 自从我和初婚老公认识之后 我就一身名牌 身上的首饰也不计其数 初婚老公对我花钱豪爽的态度 让我感觉他确实是真的爱我 我俩认识没多久就登记结婚 那年我才23岁 自从我和初婚老公结婚之后 就辞掉工作 安心地待在家里 过起了养尊处优的阔太太生活 我的公公婆婆非常有钱 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大 每天都有不少钱进涨 虽然公婆有很多的钱 但所有的财产都放在公婆的名下 我和老公的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 对此我并未在意 我认为既然我嫁给了她 那么她家里的财产早晚会属于我 我为自己嫁入豪门而感到庆幸 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女人 然而 我所有的幸福 都在一年后灰飞烟灭 公婆见我和初婚老公结婚 已经有一年时间 却始终没能怀上孩子 心里就越来越焦急 公婆有那么多的财产 他们满心期待着 我能够尽快生下孩子 他们的财产也就有了后代继承 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足足等了一年时间 却始终没有等来我怀孕的消息 心急火燎的公婆将我带到医院 经过详细的检查才发现 原来我患有不育症 这辈子都不可能怀上孩子 公婆听说我不能生孩子 当时就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他们骂我是个歹毒的女人 故意隐瞒了不孕的事实 害得他们浪费了一年的时间 实际上在做检查之前 我并不知道自己患有不孕症 虽然对于不能生孩子这件事情 我的心里感到很愧疚 但我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 面对公婆的谩骂 我只好将无助的眼光 投向初婚老公 我认为她既然那么爱我 那么就一定会站在我这边 给予我更多的支持和勇气 谁知她不仅不帮我 还和公婆联合起来撵我走 她恶狠狠地骂我是桑门星 生不出孩子 还赖在她家里不走 她让我赶紧滚蛋 不要站着毛坑不拉屎 为了赶我走 他们一家人联合起来打我 我实在受不了 只好同意离婚 离婚的时候 我什么财产都没分到 因为家里的财产 全都登记在公婆的名下 导致我没有任何财产可分 和初婚老公离婚不久 我就认识了第二任老公 我的第二任老公依然是个有钱人 他的妻子因为癌症去世 留下了一儿一女 虽然第二任老公有一双儿女 但我不仅不嫌弃 反而觉得很开心 我认为自己生不了孩子 那么把继子女当作自己的孩子 抚养长大 岂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想 既然第二任老公 已经有了自己的儿女 那么他肯定不会嫌弃我生不了孩子 于是我迅速地嫁给了第二任老公 成为了一个二婚的女人 我和第二任老公的婚姻 维持了十五年的时间 在这十五年的时间里 她一直很舍得为我花钱 我想买什么 只要跟她说 她都会爽快地给我转账 让我买回来 我吃的何用的 全都是高档品牌 花着男人的钱 我的心里是欣喜的 因为我觉得舍得为我花钱的男人 她才是真的爱我 我通过花第二任老公的钱 感受到来自于 她对我浓浓的爱意 作为回报 我对她的一双儿女非常好 给予了他们很多的母爱 正因为我对继子女好 所以第二任老公对我也是相当的好 我一直以为第二任老公很爱我 所以才会舍得大把地为我花钱 可实际上 当她向我提出离婚的时候 我才发现 她其实并不爱我 她只不过是利用了我而已 她告诉我 如果不是我将她的一双儿女 视如己出 她早就不想和我过了 她在八年前就有了新欢 只是那个女人无法接受 她的孩子们 所以才拖到了现在 现在 她的一双儿女都长大了 离开家去外地上大学 既然孩子们不再需要我 那么也就到了我离开的时候 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珍视了十五年的婚姻 居然会是这样的结局 我哭着问她 既然你不爱我 为什么愿意为我花那么多的钱 她看着我轻蔑地笑 我为你花的钱多吗 我怎么不觉得 我为你花的那些钱 对于我来说 只不过是一些小钱而已 根本不算什么 她的一番话 让我顿时醍醐灌顶 是啊 对于她丰厚的财产来说 她为我花的那些钱 虽然在我们老百姓的眼里 堪称巨款 可是 在有钱人的眼里 那些钱只不过是 不足挂齿的小钱而已 男人如果想和一个女人离婚 她就有一万种方式 逼她离婚 我知道 既然她已经做出了决定 这段婚姻 绝对不可能保住 既然如此 我也就无心多做纠缠 痛痛快快地和她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时 我分到了一套小房子 作为我帮她看护孩子15年的补偿 痛定思痛之后 我发誓第三次婚姻 我一定要找一个真爱我的男人 和他厮守到终身 我对男人真爱的定义 仍然是舍得为我花钱 我的第三任老公 虽然没有前两任老公有钱 但他依然非常乐意为我花钱 就冲着这一点 我就在众多的追求者当中选择了他 然而 我千挑万选的婚姻 仅仅维持了三年时间 就分崩离析 我第三次婚姻的失败 是因为我得了乳腺癌 医生说我的乳腺癌尚在早期 只要及时做切除手术 对生命不会构成威胁 听了医生的话 我对自己的病情相当乐观 我认为自己一定会打败病魔 好好地活下去 然而 那个整天把爱我挂在嘴边的男人 却在得知我患上乳腺癌之后 迅速地提出和我离婚 我苦苦地哀求他 我哭诉道 我的病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如果他这时候离开我 对于我来说就是莫大的打击 我说 既然你那么爱我 怎么舍得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狠心地离开我呢 然而 无论我如何哀求他 他也坚决不改离婚的初衷 他说 我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之后 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女人 他才不想和一个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女人睡在一张床上 那样 他就会天天晚上做噩梦 在他的步步紧逼之下 我只好无奈地同意离婚 我要赶紧住院做手术 实在没有经历和他纠缠 离婚的时候 他明知道 我需要大量的钱治疗疾病 却小气地只给了我五万块钱 我在经历了三段婚姻之后 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 男人之所以 愿意为一个女人花钱 其实并不是他对那个女人有多爱 他给女人花钱的目的 只不过是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 得到女人的陪伴而已 对于有钱的男人来说 他给女人豪爽地花钱 并不能证明什么 只有那些没钱的男人 如果他愿意为女人付出所有 才能证明他对女人的爱 可是绝大多数的女人 都不屑于和没钱的男人在一起 即使男人真的很爱他 他们也会因为男人不能大把地为他花钱 而判定男人并不爱他 从而放弃了这个真心爱他的男人 女人们总是喜欢用男人对自己花钱的态度 来证明男人对自己的爱 可实际上 对于有钱的男人来说 金钱只是他们收买女人的工具 他们不会珍惜花钱买来的女人 一旦女人让她厌烦 或者侵犯到她的切身利益 她就会毫不犹豫地逼着女人离开 我往活大半生 才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女人如果将自身的幸福建立在男人身上 她就很难获得真正的幸福 女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工作去创造幸福 这样的幸福才会悠远绵长 接触于 对于男人来说 如果她真的爱一个女人 确实会愿意为她花钱 但绝对不只是花钱那么简单 在男人的眼里 如果女人是因为她的钱而和她在一起 她就会将这个女人看得很低 很难对女人有真爱 有过情感经历的女人都知道 那些建立在物质和金钱上面的爱情 她就像是一盘散沙一样 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 稍不留神就散了 女人无论到了什么时候 都不能放弃自己赚钱的能力 一个自己挣钱买花袋的女人 才最有女性的魅力 才会得到男人的尊重和宠爱 男人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 对于女人 她们只喜欢锦上添花 从来都不屑于雪中送她 越是优秀的女人 男人越是愿意为她付出 自己不努力 却总是希望依靠男人 过上富裕生活的女人 男人即使愿意为她花钱 也不会对她有真爱 更不会珍惜她 一旦男人对女人厌倦 就会毫不留情地将她扫地出门 对于女人的女人 现在是女人 她在我认为她的女人 她得不合论她